鞋糕 枣糕 驴打滚 好吃地 老老吃了 一笔没写 卖鞋糕是吧 我成全你 先搜刮一下 家里有坚果 很好 我双食一层了不少 只需要再买点糖果 就可以看见了 坚果有两种 这样的五块 这样的一百块 看了这些原料 这价格也不贵嘛 做了它倒是不难 反正就三步 第一步 坚果溜得混合先 盛火均匀 十斤了 第二步是熬糖 别就四样 白糖 蜂蜜 重点是麦芽糖 最后是水 最后会匀了 大火煮开 在这小火 筑成绵密的小泡泡 两指之间的拉丝就熬好了 准备到了啊 哇 干净地翻拌 让每颗坚果都裹上糖 一 二 走你 倒个大容器里 再蒸油纸 牛 裂 压平 不然切开会散掉 放两回倒扣 最后一步 也是最花龙顶巾的 那我做的装饰 虽然跟传统那个不一样 孩子们的喜好我最懂了 这上面可全是他们的美好 哇哦 我这彩虹切糕 能卷死路边摊了吧 王小琪 走 摆摊去 哦 终于到了 来吧 看看你的表演吧 你先让我尝尝好不好吃啊 哇 切糕 好吃吧 嗯 干什么 来 切糕 切糕 买切糕咯 啊 我要错过 你这好吃吗你这个 哎呀跟你说老好吃了 你再不买我就吃光了 刚才喊的声太小了 你肯定没人买 你这样你给我一块 然后我帮你好 真的 好吃吧 好吃 是 是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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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糕吃啊 你继续你继续你 你别怕 你在 你 so y o u w i l l b e l i k e t h e i 一波 三 快快 别数了 赶紧开始吧 哦 哦 哎 二色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摸到一个高人 教我怎么做切片 哎 我也做了一个梦 我目前我教一个徒弟做切片 哎 咋 就跟你去的 对对对 你看 是不是这个图案 哦 行 哎 师傅 那我们开始了 哦 师傅 还有事呢 你先筹背一下 这难度有点大呀 先把我家冰箱所有的黄油拿出来吧 我夏天失败过一次 昨晚做了个梦 我觉得我又行了 其实这个饼干面团倒是特别简单 重点是黄油 必须得充分软化 但是全网无刻注意力 我只能烤菜 先揉一个大面团 再凭感觉分色吧 依图中所示有8种颜色 陆飞的标志性颜色就是黄的黑 只要竹炭粉足够多 就足够黑了 再加 对对对对 啊 红色的高级感 得多种颜色来调 基本接近嘛 哦 对对对 就是这么调 就是这么调 所有的面团转完 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开始进入正题了 先把我这个翻筒工具准备齐全 再死可怎么下手 这个全是曲线 细节又多 我把它翻成了5毫米一个的单位层 所有的面团都需要赶长5毫米的薄片 然后就从底部开始拼图 量好尺寸 踩下来 整个过程就是量 踩 拼 也没什么难度 有弧线的地方就稳住呼吸 削圆脚 要搞对方向 才能沿丝合缝 踩好一条 得帮冰箱再动硬再拼 不然软掉就拼得弯弯扭扭了 不知不觉又一整天了 因为脸部的结构有轮廓线 所以得掀气两边流出中间 每一条拼图的分析 都要压紧实 一整天的成果 总算出个模样了 饼干面团非常快就软掉了 所以我必须来回往返冰箱和操作台 推个板子 干脆摸到冰箱旁边做去得了 这不就方便多了 现在来搞露飞的牙齿 广这些小横线就搞了两个钟头 再合适一边总高度 嗯 差不多 修出个弧线再包上绒库皮 包紧笔划一下 嗯 可以 得先把耳朵安上去 再把嘴巴填进去 再修修补补 继续往上拼 哎呦 我的老幼 哎 师傅包打了什么 你洗个澡 我做一个老妈 偷偷制作黑暗料理似的 大家好 今天是小牛厨房开业的第一天 首先起锅烧油 这手法多么的鲜熟 然后让锅 补满油 然后磕俩鸡蛋 单手磕鸡蛋 多门绝技 周尼 拿筷子 搅和匀 差不多到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 打开 然后拿筷子 稍微瓦上一点点 放入锅中 那这个样子就是快好了 这个时候就倒入咱们的鸡蛋液 然后让它布满整个锅 快快快快 整个鸡蛋液 拿筷子把它往上翻 OK 煎一会儿 然后再给它翻过来 很多里面 再等等 好 点缀来了 首先 先把薯片捏碎 倒入里面 哎呀 完了 当时冒泡 炎冰鸡了 方法啊 现在补一下 再放一点花心米 现在关火 准备出我们的小盘贼 把东西倒入里面 然后再倒入柠檬汁 烧饼酱 大功告成 这啥呀 这啥 然后自己尝一下味道 啊 看着就香 嗯 嗯 绝了 哇 天 拿去给我妈尝一下 妈 来 尝一口 自制的 我对我拒绝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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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呀 蜜质鸡蛋豆瓣酱花生米 后放的盐 有生蛋 是不是挺好吃的 酱挺好吃的 嗯 半熟信心 哎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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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假如我不在家 你怎么解决你吃饭问题 不吃啊 你妈我也不可能给你做一辈子饭呀 你们班主任留作业了啊 要求你们每周学到菜 哎呀 我就从最简单的煮面开始教你吧 煮面 你教我 还是我来教煮的 你教我 哎呀 还是让我来教你吧 行 来 我看你怎么教 喂 干嘛 不能放调味包 先煮面 我还不知道先煮面啊 开杯 我先扔你一会儿 哦 可以了 煮到半干是吧 捞出来是吧 现在可以放调料包了吗 全放 全放 你的意思是吃干拌面 赶快 赶快 豆油水 八分满啊 煎蛋要不要 吃吃吃 直接一面就是你爱吃的流星蛋 就给你加两片海苔 哇 这加了蛋的面简直绝了 我先尝尝你这煮半泡的面 好吃啊 好了 我可以吃了 哇塞你厉害 那我别的升级板你会吗 升级板 我教你那么长时间了 举一反三都不会 好像就 还不得看我的 这得跟我好好学校啊 不然同学都笑话你 投油菜一是我儿子对吧 都吃了一打卡呢 你怎么能太丢人吧 今天我就教你做个厉害的牛奶拌面 面丸子蔬菜啥的 焯个水 文件是这个料汁 我可传授给你了啊 放上面的蔬菜包和酱包 淋个热油之后 多加点醋 汤可以少点 再来一勺 这是一家粉包 我跟你说 这是我自制里最绝的料 如果我不在家 你就把冰箱里你喜欢的食材都焯个水 最后把面往上一扑 淋上密制的料汁和牛奶 然后给它拌一下 哇 真的我跟你说 百吃不厌 哇 我这个自创利药汁 简直太绝了 看着好残忍的 你学会了吗 那真丁啊 明天你就叫我 如何成功一行大厨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妈 请教你个事呗 哎你说 哎呀 这不五花零了吗 我有个同学的爸爸 他妈妈生气了 我爸想软了一下爱意 所以说有没有一种 不花钱的 能吃出花售的办法 这样 那还不简单 我教你三招 第一招就是三样 我用去年 特火的雪碧咸菜的方式 来做个马蹄莲 给它们焯水 再腌制一下 然后虫草花当花蕊 白萝卜当花霸 蒜苔当花饼 你看超有文艺份的马蹄莲 就做好了 你看萝卜也能变成马蹄莲 哦有意思 嗯好脆啊 爸妈看你平常太咸了 让你吃点咸菜 谁想谁想了呀 这有多忙 第二招是个花束沙拉 把火腿成萝卜黄瓜 啥的切片 叠加排开卷起来 切开叉牙签 就是两朵玫瑰花 太小的圆片 外面再裹穿黄瓜 再扣点白萝卜花 主书的鸡蛋切个花刀 两个鸡蛋花 抓个大盘子生菜打底 刚才卷的花全满进去 哇好不好看 沙拉酱这两条特别好吃 滴到这些实材的花心里 就不影响颜值了 看是不是最实在的大花束 哇这看就差好吃呢 鸡蛋看起来不错 那么多 还是肉好吃 哎呀没肉了 爸爸妈妈给你做的午饭 怎么全是草啊 麻烦用绿色堵住你的油嘴 哈哈哈哈 第三招就是春卷皮了 先用个蛋黄搬一下剩饭 把春卷皮剪成个花形 随意剪 剪三个一个比个小 再用剩米饭把每一层都粘起来 最上面再点这个花心 跟你说啊 待会会特惊艳 见证积积的时刻了啊 哇 再来一个 又便宜又好吃又好看的花 几块钱就能让你同学爸爸 在520表达满满的爱意了 哇这个好看啊 爸爸你看这个 妈妈特意给你做的白花 妈妈迷你要把我送走了 多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